哈喽各位先生 请问下周就是圣诞节了 时间真的过得好快 我感觉我什么都没看 一下子就到年底了 我现在在的是中环的质地广场 听说这个商场里布置了非常漂亮的圣诞装饰 所以今天来看一下 顺便在这里的Lenma Cafe吃一个午餐 这个餐厅说起来是非常多的明星 大家都会来吃的 我现在就先走过去看一下 我看到了好大 好漂亮 然后他这边三楼楼上好像还有个圣诞市集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好多圣诞树 Christmas Market 好了看完了里面的东西就那样吧 没什么值得好买的 现在要赶紧冲去餐厅 因为我没有定位子 所以要现在赶紧去抢一个位置 我这个位子好好 虽然没有靠窗 但是可以看到圣诞树的这一个桥 这边位子其实挺多的 但就是要提前预定 不然的话就要像我一样早点来 11点钟就到 这样就不用排队 这边这位还没有出现的朋友 就是一位美丽的中环丽人 要等到Launch Break才能出来 那我就先来看一下菜单 这边菜的价格差不多是两三百一位吧 看看我吃啥 这边的龙虾一面说是大招牌 很厉害 大家可以试一下 中环丽人来了 我去给她们看 我想吃一个菠萝包 点啊点 真菠萝包 是会放菠萝吗 我考虑真的放菠萝 什么菠萝包 88块钱一个 那看起来好好吃 这个 然后我想点个喝的 只可以滚在一起来三种 木瓜能跟什么混啊 苹果啊 木瓜苹果 对啊 试试吧 可以吧 那试一下吧 木瓜苹果 天然料理 我刚选了啥 木瓜和苹果 喝一下 还挺好喝的 挺清爽的 是不是还很清爽 干 我以为木瓜会有点 那种模糊的 结果 加了苹果还挺好喝的 好多啊 我以为是一点点会差的 那它三百块钱 不得多一点吗 我就觉得我们越贵越少吧 又来一个蛤蜊的 痛风烤餐 先来吃一下这个龙虾 我隐隐中感觉这个已经很腻了 它上面附了一层很厚的奶油 看起来 我很喜欢吃托波拉尔 我有点想要加番茄酱了 等一下 这个波罗包 像吗 也是挺像的 它这个size 这是我的拳头 这是这个包 它凭什么卖八十八 三十八 三十八 不要乱说 八十八是套材 我们这个三十八 太好烫 别 看看 吃出味道了吗 还不错 腻吗 我觉得还好 就是咸的腻 我来试 一口龙虾一口面 一口龙虾一口面 没有下半句的 没有下半句的 我以为你没收 好香啊 它这里面的奶油和黄油的味道很香 这有味道还没味道 有味道 超有味道 这个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就是没有颜色的 上面有一点绿色的 不知道是什么的菜类 罗勒吧 你就是罗勒 我也不知道 还有点小辣 它里面有一股很浓的白酒的味道 其貌不一样 味道丰富 我才没吃出白酒的味道 你没吃出个酒味吗 它上面就说了它是白酒汁 因为但我没吃出来 其实我也没有吃出来 我是想显得我专业一点 吃一下里面的蛤蜊 这蛤蜊就是没什么味道了 我觉得要弄点下面汁的面吃完吧 这龙虾要赶紧吃 我不吃我感觉它要成佛了 我饱了 饱了 我也饱了 怎么办 淑女就是吃一口就饱了 就打一个歌 对 吃饱了 吃饱了 这个龙虾肉 好像也没个几块嘛 毕竟子 这不是番茄酱 好了 看我们吃的多干净 现在我们就要来切开这个 真菠萝包 见证奇迹的时候 我来稳住它 它里面是会有菠萝粒吗 真的有 但为什么我就觉得这样好难吃的样子 这皮也很脆弱 让我来验证一下 我超会吃菠萝包 我每天早上都要吃个菠萝包 让我来试一下 很一般 真的比我想象中的还有一半 这个面包就整个是皮分离 感觉没有烤好 好狼狈啊 它就完全就是皮肉分离 然后它的里面就是不够松软 就是很黏的那种 它这菠萝粒也就只有阴阴阴 很浓的那种罐头菠萝的感觉 主要是我看它这个照片 我感觉它发的很大的那种感觉 它这个口感更像那种餐包了 就像主持节目吗 各位观众朋友们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午餐就到这里结束了 请问你觉得今天的用餐体验打分的话 你会打几分呢 5分是满分的话你会给几分呢 4分吧 你觉得这里的服务打几分呢 我觉得 2分 3分 不能更多 这里的服务员总是有点叫不应 然后在无视我们食物的话 我会打4分 性价比的话我会打 3分 但是这里的环境还是挺好的 就是这里的环境的服务 应该是那种5分的服务 但是它给了3分的服务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 886 如果你喜欢点赞关注这个视频的话 男的找到女朋友 女的找到男朋友 无论男的女的都能找到人一起